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91回 韩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天上午都准时的参加在九霄店的大拍卖会 因为第一天就有所收获,所以呢,韩丽自然对下面的拍卖大抱希望的 哎呀,但可惜的是啊,下面的几天却一无所获 就像那位和他进行交换的父老者所说一样 除了每日压底的11种东西之外,韩丽想要的那种等级的珍稀材料 含有在拍卖会上出现 最后压照拍卖的东西也大都是一些法宝类的成品宝物 看来呀,第一日就能拍到墨金,的确是凑巧了一些啊 不过在这期间的,韩丽在拍卖会之外也没有闲着呀 就地下拍卖会的事情通过各种手段倒也了解了一些 照现在情形来看,这地下拍卖会前遍几天也和大拍卖会差不多 除了出现的东西,以魔道需要的东西居多之外 一般呢,也不会出现特别珍惜的物品 但是到了最后一天,则有一个专门针对原英级修饰举行的乙物义物交易会 往年几届都有众多罕见的材料出现 他现在还缺的几种材料,的确大有可能在这交易会上凑齐的 不过这交易会的确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轻易参加的 似乎只有魔道有关的修饰或者相关人员等介绍着才能进入这个拍卖会 如此一来呢,韩丽心中一松 暂且将这件事情放置到了脑后 只是每日呢,按时参加九霄店的拍卖会 几天之后,韩丽在最后一天的拍卖会上竟又发现了一种所需的材料 精神一阵之下,花费了十余万零食拍下了此物 不久,这个明面上的大拍卖会终于结束了 众修士从拍卖场中一轰而出 韩丽混在其中飞落到地面上 但是呢,却并没有直接走出访试 而是直奔天机阁而去 韩丽并不知道 他的此举啊,竟然巧合的让其暂时躲过了一劫 因为前几日,已经从访试入口处消失的阴罗宗的几名长老 突然又出现在了入口处 而且啊,其中又多出了一名依旧青纱照面的天蓝圣女 现在呢,此女正用御手把玩着一口荧光闪闪的小镜 看着访试入口处进进出出的修饰 不时的朝着小镜子望上几眼 明眸流转之下,这一对黑眉紧锁呀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小镜荧光闪动的越发烈害 但此女始终是一言不发 旁边的葛天豪等人的脸孔呢 也渐渐的阴沉了下来 脸色都不大好看 没有发现那个人 前面进出访试的修饰 虽然有几个也使用幻术遮蔽了真容 但并不是那个人 怎么,难道他真的没参加大拍卖会 若是如此的话,这几天可就算是白忙活了 半赏之后,天蓝圣女吐了一口气 迟疑地说道 不可能,最近来进京的高阶修士 有几个会错过这个大拍卖会的呀 啊? 那个人在宝光店前亲自待了一段时间才离开 分明对这次拍卖会非常重视的样子 葛天豪缓缓地说道 天蓝圣女听到这话 虽然说不经意地点了脸头 但是玉绒上的沉吟之色仍然是没有散去 会不会妙音镜并不像传闻中的那般神妙啊 或者纪念时间太短 林道友尚未真正能够发挥此境的威力 故而没有办法发现此人啊 那名三角眼的阴罗宗长老忽然间这般说道 这个也不太可能 妙音镜是七妙真人 七妙七真宝之一 是早已成名修仙界许久的宝物 至于祭炼的问题 古宝原来就不需要怎么祭炼的 只是此境有些特殊 若不稍加祭炼 又没有办法充分发挥破法的神通 故而这几天的祭炼已经足够了 否则那几名同样施展了秘术的修士 就不会被我用磁宝看破真容了 天蓝圣女摇里摇头 英纯微张地解释道 如此说来 要么就是这个人 幻言秘术神通 还在妙音镜之上 故而没有办法被他看破 要么是此人还待在仿事中 或者另用什么手段 从其他地方走掉的 可天豪目光闪动了几下 边思量边说道 妙音镜如此大的名声 天下间虽然有他无法破除的幻术 但也绝对是屈指可数的 哪有这么巧 这个人就会此种大神通呢 而第二种情况下 放射四周布置的是赫赫有名的八级风光阵 那个人也不可能无声无息的破阵离去 十有八九啊 应该还待在仿事中没有出去才是 林寅平最后肯定地说道 林寅有的意思是 三脚眼老者反而愁愁了起来 继续守在这里 只要那个人还在仿事中 就肯定会经过这里的 另外再派几名机灵一些的弟子 去仿事中转一转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此人的踪迹 嗯 林寅有所言有理 就一道有之言 晚上吧 若是那人真在访事中 也应该在这段时间之内走出此门 葛天豪略意思量 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一口答应了下来 然后他抬手放出了几道传音符 不一会儿呢 就招来了数名殷罗宗的低阶修士 一番吩咐之后 这几个人就恭恭敬敬地领命离去 往仿事的深处走去 就在这几个人因为遍寻韩力未果 而有些惊疑动摇的时候 韩力呢 却已经在天奇歌中再次见到了那位王长老 这个时候他自然是恢复了本来的面貌 王长老对韩力和父老者在天奇歌约见之时 也是知道一些的 故而毫不意外 反而呢 是非常热情地将韩力让到了贵宾室 亲自加以接待 韩力和这位王长老闲谈了一会儿之后 就自然而然地交流了一些修炼上的经验心得 不久都有一些收获的样子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就当二人印证起劲的时候 父老者终于如约地也来到了天奇歌中 一见到此景倒也客气地立刻加入了讨论 三人之间的这一场交流足足进行了小半天 直到天色快黑之时 三个人才相视一笑 结束了这场都有所获益的谈话 父老者和韩力呢 没有再在天奇歌久待 当即告辞而去 离开了天奇歌 一走出阁楼 韩力脸上一阵模糊 瞬间就幻化成了一位陌生容颜的黄脸修士 父老者一见先是一愣 随即心领神会的不以为意 不过下面 韩力反而诧异了起来 父老者竟然没有朝访式出口处走去 而是带着他直奔天奇阁附近 挂着树林宅的另一间小楼走去 父兄 这是 眼看着要走进这间阁楼了 韩力还是忍不住问道 这家是我朋友开的 他的主人是和我相交多年的好友 新近在阁楼中布置一个临时传送阵 传送的地方正好离地下交易会场所不远 我已经打过了招呼 可以直接传送过去的 父老者胸有成竹地说道 传送阵 我没记错的话 访试不是严禁布置这种传送阵的吗 韩力文言非但没有解惑 反而脸上更加吃惊了起来 道友尽管放心 我这位老友面子可不小 因为特殊的原因 事先向访试背后的势力申请过的 已经临时得到允许 这个传送阵只能存在短短的数月的时间 知道的人也是寥寥无解 父老者不以为意地解释道 原来如此 树林斋的主人是一名面容普通的白净老者 谈吐举止皆都不凡 让人一见之下大有春风拂面之感 更让韩力吃惊的是 这位竟然还是一位名气不小的镇法大师 这让韩力大起结交之心 可惜的是因为急着参加地下交易会 所以韩力实在没有时间和此人多说什么 就从布置在阁楼市中的一座小型传送阵 传送出了法式 下一刻呢 两个人直接出现在了一处大的隐蔽的山洞中 等两个人走出山洞飞到了空中 韩力这才发现 他们竟然直接到了进京城南面的一座无名小山上 而在小山不远处 进京那巨大的城墙还能隐隐可见 就在韩力已经离开了访睡的时候 海手在访睡入口处的葛天豪同样看了看天色 人呢略微沉吟一下 忽然对一旁的天蓝圣女说道 林道友 地下交易会就要开始了 今日交易会会有几样出现的东西 对葛某今后的修炼大有用处 在下是不能错过的 而现在天色如此晚了 那个人还未出现 其他弟子也没有在访睡中发现这个人的踪迹 看来我们先前的推断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此人狡诈如狐 可能早不在访睡当中 不知道林道友能不能陪葛某一同参加交易会 那个人也可能会出现在那里 就算没有 在地下交易会上也肯定会有所收获的 看样子 再这样守株带兔下去 的确不会有什么结果 好吧 我就随道友走一趟吧 说不定真有可能会在那里有点收获呢 林英平咬了咬烟红的嘴唇 望了望访饰的方向 只能有些不甘心的答应到 随后呢 隔天好友和其他人一番商量 那原先一直跟着他的一男一女两名修士 仍然暂时留守此访试 其余长老则有一个人呢 跟着他和林英平一起参加地下交易会 三角眼老者和另外一个人呢 则自称另有要事 竟就此告辞离去 一时之间 殷罗宗聚集起来的众多原英级别的长老 上尉和韩丽接触动手 就先解体各行其事了 殷罗宗的这些修士 刚离开没有多久 附近的一家阁楼中突然人影晃动 又走出两名修士来 这两个人瞧了瞧 入口处空无一人的情景 脸色凝重的小声传音了几句 随即也跟着走了出去 一走出访试 两个人立刻分头行事 其中一个人呢 手持一件小帆轻轻一晃 身形在一团紫气包裹下 立刻是凭空消失啊 然后就朝着葛天豪等人离开的方向 追逆而去 另外一个人呢 则分道扬镳 化为了一道顿光 直奔皇城方向飞射而去 这个时候 进京附近的无名荒山上 父老者正一脸耐人寻味的 冲韩丽说道 已经传送到了这里 道友不想问些什么吗 何必多此一举 在下对父兄 非要使用传送阵 传出访试之事 的确有些不解 但想必 道友有自己的道理吧 在传送出来的瞬间 韩丽呢 就已经小心的将 附近的情况扫视了一遍 附近并没有什么异常 故而非常平静的回答 韩丽的这番小动作 并没有逃过父老者的双目 但是他不但不恼怒 反而心中大为的满意 其实也没什么 史老夫先得到消息 在大访市出口处 有几名阴罗宗的修士 在找什么人 老夫估计啊 韩道友肯定不想见这几个人 故而才借了这传送阵 避开这些家伙 道友不会觉得 傅某多此一举吧 傅老者 目光闪动 似笑非笑的说道 哦 道友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呀 韩丽心中一临 但表面神情不变地反问道 哈哈哈哈 道友不必担心什么 在下若真想对道友不利的话 早就在这附近 不知什么后手了 韩兄大概就是当日 在曝光殿前 和葛天豪发生冲突的 那名修士吧 啊 傅老者神秘的一笑 缓缓说道 没想到傅兄连这个都知道 但为何会出手相助在下 难道道友仅仅因为当日之约 就不惜得罪 殷罗宗这样的魔道大宗吗 韩某有些不太相信啊 韩丽沉默了一会儿 淡淡地承认 呵 殷罗宗算什么 韩兄看来还不知道 傅某的出身吧 在下不才 愧居九幽宗的执法长老 本宗原本就和殷罗宗有些梁子 能够让葛天豪那家伙吃饼 傅某正求之不得呢 当然了 在下帮助道友 主要还是有一事相求的 傅老者毫不在意 坦然说道 九幽宗 哎哟 真是失敬 对贵宗 在下可是九文大名啊 不过 以贵宗实力 还需要在下帮什么忙啊 寒历一听怎么着 这对方竟然也是 魔道石宗的长老 心中顿时一惊 警惕心大起啊 这件事情是私人之事 父母不好借助宗内人手的 不过此事不急 还是等我二人参加完交易会 在下再和道友细说此事吧 韩兄尽管放心 此事对道友也有一些好处 若是觉得不合适 父母也不会勉强的 既然如此 那这个人情在下就先领了 韩历略一思量 微微一笑 他已经得罪了一个阴罗宗 自然不希望再得罪一个魔道大宗啊 先不管以后 是不是真答应帮对方的忙 先应付一下再说呗 行啊 在下就知道韩兄也是爽快之人 我们走吧 交易会地点呢 离此不远的 父老者脸上喜色一闪 似乎对韩历的反应很满意 下面两个人就化为了两道惊鸿 向远处飞顿而去 一路急迟没有多久啊 在离近京城三千里外的一片黑悠悠的荒山中 老者带着韩历忽然往下一落 一个盘旋之后呢 就在一面看似普通的石壁前停了下来 石壁 微微发绿 大半呢 遍布一些淤泥青苔 实在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韩历看也没看石壁 反而呢 目光一眯四下一望 这才发现 此地呢 是身处两座山峰间的一处野山沟 一人高的野草灌木到处都是 若不是父老者亲自带着他来 绝没有办法发现此点竟有修士出没 父老者显然到此绝不止一次了 他熟练的从绣袍一抖 一块巴掌大小的圆盘飞射而出 上面白芒一闪 直接没入了石壁中不见了踪迹 片刻之后 石壁上漠然是黄色霞光闪动 这韩历眼前一花 石壁竟凭空消失不见 露出了一个直径十余丈宽的巨大的洞口 而在洞口处 正是两名一身毕山的中联修士 直直的站在了那里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592回